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贵州有一位奇男子 他在56岁的时候抛弃世俗的名利 隐居在荒山中修行 20年后当世人再次发现他时 他却成了名利双收的亿万富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名男子叫做宋培伦 他本身是一个条件优越的大学教授 但是一直有着一个创造艺术的梦想 所以他从小就刻苦学习雕刻绘画技术 其中一些作品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不过宋培伦并不满足于这些小艺术 直到有一次他去了美国总统山 参观了印第安英雄风马雕像 被震撼到之后他决定要停下脚步 去认真地创造一件传世作品 他一直都有一个复活夜郎国古貌的梦想 所以就辞去了教授的职务 也不再去做艺术家 甚至连喜欢的漫画也不画了 独自艺员来到了贵州最偏僻的角落 用所有钱买下了三百亩山林 开始了他的修行 其实宋培伦隐居深山的修行 就是要重建夜郎国 他花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用随处可见的石块、陶片等材料 以及连补面具和人物为主题 设计和打造出了一个独具风景的夜郎城堡 后来当地的村民也参与了建设 城堡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宋培伦也从一无所有 瞬间变成了亿万富翁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